蔡靖国57岁 榆树市农业局技术员 工资5500元 有无险一斤 婚姻状况 离异 住房面积 平房30平米 蔡大哥现在选择另一半的要求是什么呢 那咱现在想再找另一半有啥要求呢 那起码在生活上太败家 太大扰大脚 就有点跟我不合 会过一辈子的蔡大哥对于另一半最大的要求 就是不能大手大脚 而同样在渔树生活的张秀燕 张大姐 在过日子这方面也绝对不照蔡大哥差 哎呀 姐你好 我是洪梁小琴 张秀燕47岁 烧烤店终点工 工资2000元 有商业医疗保险 婚姻状况 离异 住房面积 与女儿同住 来 走进来 进来 进来 走吧 走吧 你先进 进来 这我干活回来 累了 我也收拾骨子 咱还唱班是不是 嗯 唱班 原来张大姐没有正式单位 平日里就靠手机刷单和给肉串店做终点工 来赚点零花钱 咱现在做啥工作 我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刷刷单啥呀 刷单就跟正常买东西是一样的 你给他们去买这个东西 就对了 然后的话等到货了的话 就是那个给好评 咱们那个淘宝刷单啥能赚多少钱的 大姐 赚不到啥 一般化 一般化吧 能赚个零花钱 愈愈能赚个五六百块钱啥的 那能 那能 完了 没事 我就找了一个监职 就是给肉串店穿肉串 现在肉串店穿串现在是 那一个月能开多少钱呢 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 这每天的刷单和终点工 一个月算下来呀 也有个两千多块钱 这生活呀 也还不错 张大姐说了 自己做过的工作呀 远不止这些呢 我看咱还有这个直播架 咱就做过直播吗 做过 做过直播 嗯 行有点杂是吧 是吧 实力更有挺多 用张大姐自己的话说呀 自己的工作有点复杂 可以说是360行 行行都干过 而干过这么多工作的原因 还是和自己之前的 两段婚姻有关 就是朝着做买面还挺好的 那时候它是做买的 嗯 做买 做一个那个方便面的代理 做一方便的代理 对 他顾别也是卖货 然后那这我就有我家的孩子 然后就不能咋干活啥 就是那个来回送货的那个孩子 就是跟边碰上的 然后赔了 赔了 你大概赔多些了 呃 那这儿 那这儿赔两万吧 赔两万 赔了之后就走了 走了就 他就特殊罢工去了 就给我扔家了 因为一次运输方便面图中 工人发生的车祸 是原本条件就不算太好的家里 又拿出了两万多赔给对方 无奈之下 丈夫只好选择出去打工 这一走就是三年 而这三年里 丈夫也没有给家里 拿回过一分钱 扔家我这三年啊 真是都是如年 我这一年相当于五年过 就是我最年轻的 我最黄金的年龄 二十四优甲 那孩子二五 二十六 二十七 这三年 像一年相当于我五年过呀 你说零花钱 我哪有什么零花钱 我一袋方便面我都买不起 就是 就说馋的就是一袋方便面 我都没有钱 一分没有 一分都没有 那要是有钱 我不至于这么伤心 你知道吗 说给我扔了 说啥也行 你给我扔了 你给我扔了 你给孩子钱呢 一分都没有 人都没有 人都没有 婆婆那边其实也没有钱 他们家也没有钱 人生中最好的三年时光 张大姐全都献给了家里 丈夫不拿钱 公婆也没有钱 是张大姐必须自己赚钱 来养活自己和孩子 就是跟我姐她们 就是在市场卖那个洞里啥的 卖糖 大约二十八九 那天气都是零下三十五度 嘎嘎龙 穿两条棉裤都 都不当事 穿两条棉裤吗 那不那都动点 站一站的站多少时 一天 五六点钟 有时候三四点钟 有时候五六点钟 是最晚的了 五六点最晚的 对 一站就站一天 为了挣钱 站到几天 站到晚上 五六点七点 一站站十三四 就冷得实在受不了了 完了进入暖和暖和 完了再出来 即使丈夫三年未归 自己却依然没有怀疑过丈夫 直到别人告诉她 别等了 因为早在自家孩子 七个多月的时候 丈夫早已家外有家了 我家孩子七个月的时候 我把回那趟 就跟领别的媳妇回来的 领大脸的一个女人回来的 那这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一点也不知道 他领这个人回来 没回到她一公公婆婆那块吗 嗯 就是 之前 之前回去了一趟 就是白天回去看看 她抱她嘛 反正就是没在家住 没看过 你就从来没怀疑过 没怀疑过 对 不像现在疑心这么重 以前没有疑心 以前从来不怀疑别人 就是 人生初恋 真是就是最整理了 人生初恋 对 然后就是给我坑的就是 哎呀 那就别提了 对 经过了一次次的绝望 张大姐最终和丈夫离了婚 但自己这么年轻 总应该再找一个依靠 但没想到 又是一个噩梦的开始 是